我们知道民进党 不是台湾民主转型的充分解党 克平政党它作为本土专民这种 它是自理性的政党 那你监督性的在野的 监督的中存台湾民的 本土在野党在哪里 没有耶 所以我都很多人说 你记得你出到民进党的评 我说不跟一样的意思嘛 作为台湾公民 但克平政党台湾每两年选季 改选一次 每四年改选一次 都一定要走贏这次的选季 结果台湾会不会依然是 我们最爱的台湾 所以告诉你 如果你要完成所谓的 那一个民主广固 不好意思 激进也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 《请问486》 我们今天的来宾 特別邀请 应该是南部台南 顶表是高雄 高雄特别来 我们台北的激进党的 创党 这个始祖 陈义琴先生 义琴我们也很久不減 是 很久了 对啊 上一回我们既迷 应该是两年多钱 差一年多 是啊 是啊 那当时又是那个 藝人的时候 特别去逢问 还有刮嘴 是啊 其实上一回的这个逢问 我最好奇的就是说 那当时即使既进进党 真的说 在台北 那当时还没什么地名度 是 没错 真的 很多人 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 说到基进党 那是什么 那是基进 那是基动的基进吗 还是什么 所以说 那两年前我特别邀请 郁琴来到台北 全港来到邦门 所以说 你当初是有什么 要创立这个基进党 你的目的 你的意义是在哪里 想不到 到这样 问一下 过去两年 我现在来向你问 是 你这两年来 你感觉说基进 这个政党 你感觉有什么收获 有什么 还是有什么 比较稍微不足 也需要改进的地方 你来减讨一下 还是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给大家报告 其实以前本身要减讨 因为我们的灵力不足 学习不足 包括人员也不足 中中酸团也不足 这是我们自己要减讨的 但是其实我们要做基进 因为我算帮路出家 所以其实不是说 我现在必须要丁清 我作为冲动的主席 基进可以说 这样一路我们要生出来 对哦 但生出来当中 这不是我的接触 这哪是我的接触 我作为一个老门 我作为一个台湾人 我有孩子 我的家也要带他家 此生无所趣 最终且威业家园 就是我的台湾 我也希望我的女孩 他家政又很小 未来在台湾要尽求 他自己受益 自己人生的幸福的道路 所以我要做的事情是 我希望台湾较好 所以我们就回去分析 台湾是什么 我说给你听 以前说可能台湾较不感觉 但是你现主席说 我们民主法三十几年 民主专行三十几年 我们的本土執政 已经要摸八年 没错吧 对哦 但是这几年的投票 你有看到吗 尤其你只是 如果你是爱台湾 不是要做中国人的人 你台湾较投票这几年 我跟你说 2016年 好不容易 我们的 那个副总统 我们总算了 年明2018年 哇 哪有寒流 年明2020年 那时候 香港反送中 我们开始亡国感 寒流出来了 香港反送中 亡国感 中一个台湾较 对不对 较较较 又发觉 2022年 再来一次呢 就是说 南北的管理庄 因为整个反撲 我们申到高峰安 再选得到 对哦 那落下 接来而已 这道如歌 到2024年 这道如歌 不是 南北 哦 大家 因为他们都会贏 所以南北 大家参选的人很多 有三家 对不对 有豪啦 柯啦 还有郭这三家 哎 我们有可能 这道参计 还会比例 啊 这样啊 我们这道 参计的结果 决定到 我们 再往中国那边去不 参计结果 会造成到 我们的台湾 不再是我们的台湾 所以你知道 其实基金的成立 实际上台湾人民说 以前台湾为民主 就是早期的前辈 他们看到中国国民党 一当独大的时候 为他们说 动辄的 让你不一样意见的人消失 抓一关 甚至让人家破人亡 变变嘛 一大堆 好 所以人家前辈 他们说这是不对 这不是一个文明的 所以他们会弄 所以慢慢慢慢 造成台湾的 第一道的民主法的进程 就这样开始 也很幸运 我们刚刚讨到李政总统 李政总统 他来到做国民党的董主席 然后 人后 带来到国民党 他想要国民党 为外来的政策 变成外来的政策 变成在地的政策 所以他在做 中国国民党的本土化 人后 那个时候 由全部的 早期到外团的国民党 这样 获胜 会练练练 练练到民进党 所以你看 90年代台湾就是 两个本土的 一个是李前总统 所领导的国民党 跟民进党 这个本土催生出来 民进党 推动了台湾的民主专行 好 30几年过去以后 我们是不是要中心 问是什么这几年的参丐 好像参丐结果不如我们 好像不是 选到台湾的台湾 他们保释了 我再教育了 我智商店很想起来 我们女儿子 他们都买乱乱乱乱 我就买了 对不对 我们在这个当中 有柴米油温酱处查 在工作 家庭 教育 小孩 育儿 等等 这么的劳累的情形之下 结果我们更爱 哇 定期改选 是我们民主社会的表现 我们就要担心 定期改选的时间 到了时 我们就要欢乐 台湾参丐 结果 会不会再次 把我们推向中国去 怎么会那么悲剧 连一个 这个微小而确实的幸福 都不提供给台湾人民 我们的民主转型是不是出了问题 基金就是要大家说 没错 就是出了问题 因为民主转型的下一步 叫做民主巩固 不好意思 我们的民主公固 就是民主成为我们的日常 这件事情还没有完成 民主巩固 台湾没有完成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确认 我们的主要的政党 都是忠诚于 本土台湾的利益優先 所以当地就说 因为他有可能是一家亲 有可能是亲中 他有可能跟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 挂钩得很深 所以他当选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都往中国过去了 所以我们的选举变成这么悲剧 好 那你这个难题怎么解决 你要提供台湾人民 我作为一个老伯 我不要希望我们女儿子 每两年选举 甚至每四年选举 就要担忧 说这次选举 选举不对 说台湾就没去 他就没台湾人住 他就没台湾人住 我不要这样 我不要留这样的一个环境给他 那我能够做什么 我能够做的就是 完成民主巩固 所以我找年轻人出来 是要推动激进 创造一个本土在野监督的政治队伍 跟本土执政治理的政治队伍 一起共构成为台湾的民主屋顶 共同推动台湾的二次年轻革命 所以不好意思 基金不是我基金的问题 基金是台湾人民 到底有买人 因为说 我们的民主公共有这台 要完成吗 如果不要完成 我跟你说很简单 我们只要每定期改选 我们下一次就来王国改 我们下一次就说 这次选举结果 这次选举不对 又要叽叽去 又要往中国靠络去 我们就在定期的这样的 永恒的 这个整个来回里面 淪陷 那每一次我们都政治身心症 政治焦虑症 这几年我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 有很多本土的传媒 他们每次选举就开始焦虑 他们就会将负能量放在我身上 我们就要开解 但是很痛苦啊 所以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后来写这本书 在黑暗中动身 这本就是我最近下来的这个 就是要跟大家交代 我们重新思考台湾的民族转型 出了哪一些结构性的难题 那么 出了这个结构性难题 我们这一代人可以为他 这样的问题的解决 做出什么样的努力 做出什么样的努力 基金就是我们努力的结晶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不好意思 这件事情不是基金的事情啦 这不是基金的事情 这是台湾人民是不是 要推动到民主巩固的完成 如果要的话 OK可以 欢迎来跟我们一起拼 其实是这样 基金喔 自我们上海 我们的访问到后来 这个中的这个过程 有搞到一张很漂亮的 这个成绩单就是成博卫 对吗 后来成博卫 还要用百勉 是 后来成博卫 还退党 我先跟你说 其实最漂亮的成绩单 我们不是成博卫 最漂亮的成绩单 他成博卫 接下去后 动选 那个成绩单 其实是刚好 要来科技而已 他还不够成绩的 因为他做不到后 还不够成绩的 所以不是成绩单 我想 因为选记是这样 我们做政治家在看的 不是说一道选记的数量 台湾现主席 民主法三十几年 本土专民这十八年 台湾选到进 大家说要给你动选 但是没有一个政治人物 没有一个政治工作 你为什么要当选 你的愿景是什么 给你当选有什么好处 给你当选 不过就是你的政治生涯的延续而已 干我屁事 这个已经跟人民脱钩了 所以选举其实 输赢 站在我们的立场上 不是一次的问题 而是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透由一次一次的 选举的过程里面 我们当选了 透由这样的一个位置 做一个政治强固 去追求落实 我们想要实现什么东西 所以博卫还不是成绩 但是刚好取得考试 可以来表现的机会 不幸 但是它的不幸 其实我们第一岁的成绩是什么 霸函真的成功 霸函成功了 因为霸函成功 所以带来了台湾的报复性罢免 这是台湾基金 对不起台湾社会的地方 所以我必须要坦白讲 而且我主张 抱歉我很讨厌 我跟主流的政治人物完全不一样的看法 抱歉 台湾的民主的表现 不应该用霸面作为主帖 因为定期改选 就是定期罢免 你要有表现啊 表现过后 我们才知道不好 人民给你伯爵 换一个新人 定期改选的就是定期罢 罢免是万不得已的纠错制度 是万不得已 那是最重要的手段 但很不幸的 因为韩国瑜 他做不多久就才会选总统 你知道吗 那站在高雄的立场 我有一份私心 那个私心 我知道高雄从工业城市 转型为一个新的城市 那个过程 从工业 早期的传统工业破败之后 城市要进行转型 那要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 那个时候 转型刚好到一个关口 亚洲新湾区也还没有完成 高雄的流行音乐中心 也都还没有落成 韩国瑜那时候 已经可能会停摆了 那再加上因为他落跑的双总统 我们就觉得这样不行 他已经失去了对高雄市民的承诺 第二个 他又继续了 失去承诺又回来干高雄市场 选出又回来干高雄市场 高雄的城市转型会夭折 我们必须推动罢免 这是我们的那个触法 但是这是最后的手段 可是最后也因此而引起了 暴富性罢免 招致台湾社会 很多的社会成本浪费在 暴富性罢免的 一场接着一场 从王浩宇到黄杰 到陈伯伟到林长佐 就是这样 所以激进其实某种程度上 在这一点上面 也死了未及 最后就带来这样的一种 仇恨性的暴富性罢免 这是我们可以劝台湾社会的 但是我们第一张成绩 我必须要讲是霸函 然后陈伯伟是刚好选上了 终于有一个舞台想要表现 不好意思 暴富性罢免 我们现在一般的朋友 大家在感觉基金基金 也是跟民政党 很小型的 大家都注定台湾的 台湾的银 台湾的银 当然基金这种标准 放在全世界的所有 跟每一个都也是这样 对不对 是啊 所以说现在大家看基金 现在最困难的地方就是 基金跟民进党 到底有什么不同 基金跟民进党的差别 是来自于民进党 以投票选记来说 我就说民进党 因为台湾的民主 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们就要不断 让民进党来全民资政 对不对 全民资政全民资政 每次都选票选票选票 选票选票给民进党 但是我就跟你说 八年的本土全民资政 已经过去了 如果八年本土全民资政 这几年 让我们大家很安心 完全不用关心政典 像我不用关心政典 我跟你说 我一天都没想要关心台湾的政典 我比较嫌疑的不是这个 但是是这样必须要关心 因为你不知道说 哇 后到 这到算记录之后会怎么办 比如说 上京党的19年 香港反送中的时候 哇 是呀 我们副总统 如果没有人心的时候 是不是 叫国民党算起的时候 叫国民党算起来 就害怕 为什么这几年那么的焦虑 就是激进党要告诉大家的 我们知道民进党 不是台湾民主转型的充分解答 它是必要的条件 台湾的民主转型需要民进党 它的存在 但是副民进党 它作为本土全民这种 本土这种的抵立 它是治理性的政党 那你监督性的在野的 监督的 中存于台湾利益的 本土在野党在哪里 没有呢 90年代 现在的民进党 就像1990年代 李前总统所扮演的 本土华国民党 治理的角色 但是1990年代的民进党的角色 没人扮演啊 所以有很多人说 你既然就穿到民进党的票 我说 不一样的意思嘛 如果你追求的是要做抵立 你自己去民进党支持民进党 好 让民进党继续这件没问题 但是我作为台湾公民 我要告诉大家 不好意思 作为台湾公民 丹克民进党台湾 每两年选季 该选一次 每四年选季 选一次 都一定要选择这次的选季 结果台湾 会不会依然是我们钟爱的台湾 所以告诉你 如果你要完成 所谓的那个民主巩固 然后组建台湾的双本土的政党竞争的格局 不好意思 激进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要让激进活下来 激进要求的不多过5% 除非你可以证明 激进0% 激进就是最没有3%起跳嘛 那差一小子嘛 如果这差一小子 差一小子 你拌来激进 马上国会就增加2省 今天激进在国会里面 数位中介法 连讨论都没有讨论 就夭折了吗 不会嘛 其实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 以前国民党 这政太久了 是啊 全部都是大中国辛亥嘛 藏江流金哪九省 是 我现在向你问 你现在知道 你现在向我下出来 谁知道 夫客在跟我们台湾人有什么关系 就是这样 所以说这几年 我们现在执政党 也做了我们民进党 很多好比我们教科書 我们就去改 但是 其实我也要说 一些我生活法 就是我感觉我们这个改变 也是太慢 太慢了 对吧 我跟你讲 486 没有教科書的地方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监督 因为要建立一个 所以说 我们作为台湾人的这个人 这个 国民身份的这个人 更正確的这个人 建立 其实要回去 因为要称毒 因为国民党在台湾 通地很久 而且 他虽然离开到通地的位置 但是国民党所留下的 那些 包括大中国的思想 哪些思想 法如沼的这些东西 对不对 其实都在我们的身心灵里面 包括我们的政府机构 很多都还有残留这些东西 真的 昨天睡得好吗 盖上日本四百年历史昭和西川 最高级的羽绒被 JIS日本工业局认证 93%欧产鸭绒高比例 熔朵蓬松柔软 盖过才知道什么叫柔软透气 请上网搜寻486团购 其实 我觉得我们台湾现在很大的问题 当然 我们现在看到 好比说 已经过十年二十年 但是我们想想 国民党在台湾这些通缩 这一年很久 我遇见 我常常说台湾要发钱 要挂一个狗牌 什么我讲国语 我要讲国语 什么什么 不能讲台语 还有游街 还有什么 我小孩是 休息一二年吧 我没记得 不知道一年还是二年 蔣介石撞去 电视变黑白 过去我初中的时候 中间又撞去 电视又变黑白 一堆人又跪去 所以他们这个中国这个输送 真的是 太渗透 那个我们台湾的各行各业 我们说一句 大家可能和平台湾接受的 就是这个 演艺街 演艺街 你看以前都是中国牌的 都是一群人 我上海拜议 方文杨烈 杨大哥 杨大哥 杨大哥也是台湾本土 也是 真支持 实在说 他以前 他就不去跟他们同流合物 对吗 也是去用台湾 去用什么 所以我们有时候 看到一些藝人 看到一些政治人物 尤其是以前的电视 三台 都是中国国民党在把持的 现在我们说 奢侈率最高的 梯台 现在东台 一些什么 我们也知道 他的背景是什么 所以 我也不知道有时候 我也觉得很刺耳 你知道吗 好比我们三年两年里面 马上都改变 好比我刚才在说的 教科师 我说 好好的抗本 马上就改变 我跟你说 不可能 是因为台湾 我们的民主转型的路径 已经采取 宁静革命的路径 宁静革命 而一次性的宁静革命 我们不是革命式的 砍掉重链 砍掉重链 就是打掉 然后我们重新来过 建立民主的体制 不是 我们是什么 以李政总统 承认到 中国国民党的 过程里面 把他本土化 把他在地化 进一步 让民进党 可以来行动 以竞争里面 带来到 台湾的民主转型 我们是拆除到这个 这样就没有流血冲突 所以我们对于改革 是必须要分期付款的 所以我们已经用分期付款了 所以我不会常常说 你会怕像这样啊 不然你要怎么 好 但是我们一次 宁静革命的 动力已经消失了 很简单 因为原本李政总统 够把国民党本土化的这支队 去让李政总统 两千年连前的选手 把他掛出来 把他变成了 整个那一场选举的 战犯 李前总统就成为战犯 被赶出去之后 不要本土化失去了 再加上中国的崛起 连前他又像这样 去联胡公报 整个中国政典竞技 整个代理权到台湾之后 台湾的一次的 宁静革命的动力 耗尽了 那我们是不是需要 二次宁静革命 这就是我说的啊 需要的就是二次宁静革命啊 那二次宁静革命 就是什么 我们国部二三中 回来的母基金 那就是把这些东西放下 回来 所有人生转轨来的母基金 就是我知道 要二次宁静革命 真的这点 我实在很轻薄 是啊 因为我们已经用 分期付款 一次宁静革命的路径了 没有办法 我们就认了 好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怎么样 那叫渐进改革 那我们怎么用 分期付款的渐进改革的 推动台湾的1.1滴的转型 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 必须要提醒我们很多观众朋友说 一件事是什么呢 是因为 过去国民党统治台湾 枪杆子跟笔杆子 笔杆子就是意识形态 我们过去一直欺骗自己 告诉自己说 这滚热的 过去后就正常了 不会啦 然后八年前 我们自我欺骗说 我们有天然读 金融天然读世代 结果年轻人一大堆 跑去支持科文者 你告诉我天然读 都不要再自我欺骗了啦 这种文化意识形态的读术 会继承 它会透由 学校的教育 它会透由家庭教育 它会透由社会教育来继承 所以你要怎么防止它继承 错误的这些教育的 意识形态的这个东西继承 那就是要让它的继承的这个东西消失 怎么样 就是要进行攻防 就是要跟它正确的意识形态 来进行文化霸权的斗争 所以就是要这个东西就要清除 所以为什么在国会里面 要不断的提醒 要有人去推 一点一滴的去做 就是这样 如果你不做 不好意思 天然读不会自己倒来 台湾人民的国民身份 不会那个 因为文化意识形态会继承 所以你有看到吗 哇 大中国 在中国人民这些都经过几年了 他们都聘议很多人啊 大中国的东西还在台湾 举个例子好了 大家不信的话看民调 你看我们所有周边国家 大家讨厌中国的比例有多高 说很高啊 比台湾还高 对 没错 台湾反应该说 台湾是相对很低的 是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如果要簽文打乎 他不要簽文打乎呢 但是他要簽文打乎 跟我们求 结果我们对中国经验 好感度比周遭国家还高 我们是不是疯了 一堆人笑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清除的话 没有用政策 没有用一点一滴的政策工具去推动的话 不可能消失 因为文化意识形态会继承 我们现在就是文化意识形态不断继承 不因为他们老子缺毁就没去 没有 老子缺毁 他们的文化意识形态继续继承给下一代 现在就是这个杯子 这道 这个基金 我们是推出有几个候选人 我们的区役 没有缩裁人算 因为我们的参计制度 我们的选举制度 我们的选举制度就单一选区 那时候我说一下 这个东西都要需要反省 因为486大哥你比较好的 就是你愿意让我说 我也有机会可以唱首预言 那你说啊 不然你讲 因为我们2000年 阿宁这段时间 遇到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就是 国民党交土政策 所以阿宁那时候 因为我们国会没有过半 所以那时候想说 哇靠 然后这个推动政策推动不了 一定是有问题 所以后来就 跟国民党也做了一个历史性的 这个整个大家都同意的东西 就是推动单一选区两票制 结果单一选区 导致于像激进党 后来这个要成立这个小党 开始要生存就很困难 因为单一选区 那我们害怕国民党会得利 所以我们在很多的选区里面 就没办法选 我记者就好了 多少人说 意识你要去高雄参選 你选一区我替你停到这里 阿我会输吗 欸会输 因为有国民党 有民进党 跟我三家都 绝对国民党贏 但是我的第二名 因为我的政党烂 我绝对不可能 我本土也要白地 我的个性是这样啊 但是我有出来选不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选机的制度里面 会让国民党得利 我们就没可能这样 但是如果它不是本土 它是障害本土 我们绝对改正 嗯 这就是激进的抉择 真的我今天说到这个 我最近我也想说奇怪 那既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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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 是提名 提名 对吗 我之前我也想说奇怪 你们上一会的议员 哦 很多人出来 对吗 上一桌的性质还不错 也几个人失去 那0变成2 这个也是很大的突破 对不对 那想说为什么 这次怎么会开出一个无心带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它是单一选区 如果它是议员的复数选席 那我们就可以更多的赞加出来 所以因为单一选区 但我其实要向大家报告 那个时候就是说 觉得我们的国会都毫无数 所以我们就把国会数量减半 然后推动单一选区 我们以为这种制度性的解决 可以让台湾的民主进一步深化 不好意思 不会 那是一个错误的归因 第二个当时候我们以为说 民进党必须要国会全面过半 然后单一政党国会全面过半之后 本土全面执政我们的问题解决 结果历史证明 蔡英文总统之后 大胜当总统八年 然后国会全面过半 单一政党全面过半八年 发现我们依然投票投的很心累 所以我想说 这位一个台湾公民 绝对要重新去回溯 我们的民主转型 到底出了哪些问题 否则今天 我们应该要告诉我们 如果民主转型都有30多年 哇讚 本土也全面执政 我们应该不用关心政治 我们的台湾 依然是我们开心 可爱的漂亮的台湾才对 可是为什么这几年大家那么痛苦 那么政治身心焦虑症 就是我们的民主转型没有完成 其实就是这样 我要说 参加我们这个政党的参加游戏规则 有没有办法做一些小小的更动 就让它变好 有 只是我们不会做 因为既得利益 咬住了之后就不会放 我举个例子 一件东西就好了 我很想说的 我们只要 国会席次在不跟动的情形之下 13岁不跟动 我们只要把不分区跟区域 做一个比例的一半一半 如果我们的国会议员 跟我们的区域 跟部份区的 各一半 我跟你说 台湾的选举制度会变好 台湾的民主的品质也会提升很多 台湾可能不相信我的意见 但是我跟你说 绝对的 基金绝对是在国会 不分区 很简单 不分区什么选举 要求所有的政党 政敌 我们在电视台 所有的董主席出的辩论 辩15厅 为国王政策 外交政策 地缘政治 辅助政策 什么两性政策 政治政策 这样辩 国家就这样算的啊 国家就在政党辩论 这个政党不然 他这样想这个政策 他希望推动到什么 部门区就是这样算啊 不需要裁肩膀啊 也继续环保 参计文化也够好 也不用花很多钱 農委那些人租完 我们把选举都变成个人主义式的 这台湾大错特错 欧洲哪有这样 欧洲没有啊 我们说他不民主啊 没有啊 每一个都是老牌民主国家 真的 我们才是民主右派 结果我们都不改 结果都变成这样 不知道要怎么 我真的不知道啊 所以我看到台湾这块土地有时候 我会觉得说 啊生日后来照须民好啊 我也会这样想啊 很难过的 所以我意思说 这样的一个小小跟斗 只要区域跟部分区域 比例 只要一半一半 台湾的民主 就会产生很大的改变 因为制度的改变 然后三字金就可以成为政治评论家 有手可以乱打字 就可以成为政治评论家 啊网路上充满了多少恶欲 就像你刚才讲 很多人对我们攻击啊 比如我举个例子 很多人最喜欢 假如万年党主席 不好意思 台湾激进陈毅齐 我们从2016年开始 我干主席 干六年而已 蔡英文主席前后任 干了两次还几次 他超过十年 将近十年 那不就万年主席 蔡英文总统都快干八年了 所以就是他 就很多恶意在网路上 带着那种恶意在攻击 我说何必咧 台湾是这样 人在祝梦 你可以不同意人家的梦想 但是 在这个社会里面 还愿意去相信梦想 祝梦的人 你就给他乐观其成就好 又没有叫你一定要怎么样 但是你想要背后膝 你中国人不真的这样 以前我一个 那个整个大学的老师 一个教授 因为我们找不到 我们搞学生运动团体 意义性社团 没有人要干我们指导老师 后来我们直接找 课外活动指导组的主任 他就国民党的 那个整个党部的组长 我们就找他 然后后来呢 他发现我们也不是什么坏学生 而且功课也都不错 他就跟我们一句话说 一起啊 我们国民党用什么都不会 扯后腿就好了 让你跌倒 我说蛤 这叫竞争 我后来看 我们台湾 他网路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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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路上网路上网路上 你可以对我们所提出的东西 任何批判 就像你讲的那个 亲你哪里打不错 这在我 我因为我没有在管这些 因为我是卸任 是啦 我知道我也用狗的 我跟你一样的个性 不要狗的 好我告诉他 不可以 黑鸞来 这都没有专业 你知道吗 但我跟你说 可以批判这些东西 但是不要说 没有的事情你去抹黑嘛 对 去扯后腿 现在国民党 时代力量 这几个 和柯文哲 和民众党 我民众党 你民众党 你跟我同样都台湾民众 对 我们都台湾民众 我觉得现在台湾社会 有村最后的两个唐吉科德 是 一个是有钱的唐吉科德 一个是有理想 没什么钱的唐吉科德 有钱的就是我 这个没钱的就是疫情 刚才说我们两个都小胆 小胆 小胆的比较有力量 所以我对疫情 我真的 很感激 也是很欠佩余 当然我在想 他心来也应该很欠佩余 因为我们 大家都是为了 我们这个台湾 我们有这个理想 对不 我们去付出 只是说大家付出的方式 不一样 我是贏钱 怕这个情绪 希望 说 材我 这个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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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影响更多人 你是在这里 闯一个董 对不 你去 四国去走 去拼 去跟国民董来输贏 希望 为了我们台湾 其实我们现在对台湾 虽然说 现在民进董也 接近 这几十年了 对不 但是我们也是 对现在的很多 这个总控 我们也是够很多不安 对不 对不 都欧金 你参选 我真正 我是拍摄的说 其实这边 这个牌黑条款 我没说大家不知道 我也是花了我很多的力量 去游说 去跟很多的这个立委 我实在的朋友说 我们这条一定要给过 是 还有什么 还有一条 我是 现在还真不允许的 就是我们现在对 对抗这个总控 对不 我们这个契制法案 还是很多 还没有落实 有时候我看到白人 又在跑跑走 听到国的这个国基点 你由来由去 对不 我说一下 最近啊 前天的新闻啊 英国的一个情报单位 M15 他就说 国会议院里面有两个 可能去用吸收的状态 啊 那这不知道多少 对 我要告就是 我们多少 我报告一下 你知道吗 这几年过去 这几年美国有多少干担 台湾两个 其中央不容易 他在判影 又用贪污自罪条例来判 他在签 投降承诺书 对啊 我每个月领的四万 我经用贪污自罪条例 我想说 拜託他是贪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钱 还是算我们的 是 还是那些都干国的 三八 我就想不到 所以你要知道说 美国都 连美国都抓了这么多 各式各样的中国渗透 那我们处理了多少 你要知道 我们没有办法 叫习近平不要来欺负我们 因为这是习近平的课题 他只要晚上吃西瓜 反正的 最近他跟他没完结 时会打 他不送路可能会打 这我们没办法决定 但是我们可以决定 他我们爬的时候 我们准备好了 来啊 来啊 你听到意思吗 现在台湾人很多都变了 去哪里要摔 我怕我 我疼 对不对 连到我们这个老的 对不对 發得很大聲 对不对 今天真的也是 还要再次谢谢义琪 当然 我们今天说很多 都是 沾点提摩 我们也没有说 太小了 可能说一条一条 因为真的说我们今天来 不好意思 本来是要 打这本子 打这本子 在黑暗中动生 来 让你30秒 这本子到底是要说什么 其实这本子就是 重新翻新台湾的民主专行 不足的地方 所以 需要新一代人 共同的行动 这本子就是 后来行动的 结晶台湾基金 为什么这样行动 那为什么集结起来行动 叫在黑暗中动生 激进的政治战略与行动 拜託一下 跟我们伴供一下 好 最近很多朋友 跟我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蜜八六 你这次有要出来传算吗 这个问题 在四年前 我也跟各位坦白说 那当时我上头 我就是理会委员 我跟我说真的 这次也是 有朋友跟我说 你出来算 我们大家都准备好了 我都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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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我有要出来算吗 我可能过一陣子 我会给各位报告 这你怕的事情 就是说 这次港湖这个地区 高家渔岛也知道 我看你很好 我之前 也是有个访问 因为一到的访问 变作说 不像说好朋友 但是真的说 我们两个可以说朋友 这次这个无心带 我自己也很好 无心带也要传算 很多人问 这次你是要支持高家渔 还是要支持无心带 这个问题 我们后一集 我会找的时间 也会给各位报告 OK 第三个问题 我并并不会记 不要紧 收到的时候 再给各位报告 要记得 这集你如果听到 真的不错 我们台湾 真的也是很多所谓 要再改革 要再怎样 我们记得支持 另外我们这个频道 簽486 486 会客室 拜托大家 跟大哥赞 按赞 留个言 分享一下 增加这个扩刃率 好不好 今天再次的谢谢陈奕琪 等一下 陈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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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王毅川 真的 这不是你的彩簿 王毅川 王毅川先生 你好你好你好 王先生 你要去哪裡 我来这486 团购 看一些家庭 是啊 但是他们这不是 帮路就有了 我跟你说 我这次要买的 介绍得更高 我要摸到 看你更放心 所以这门失败 好啦 王毅川 加油呢 我看你的节目 讚喔 是是 大哥等一下 少一句台词 哇 真的要减这句 我这样要怎样 不要这样 宜川 你等下来就对这个竹头 你直接黏这句 我们把它夾进去 好 好 我家如果有家庭的需求 我们都来486团购 好精彩的访问 486周周都有新故事 带你放眼新世界 请帮我们按赞 分享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有些想法 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